由肖战梦美奇李沁主演的朱仙定档中秋上映 导演程晓东无疑是个作品远比本人有名的电影人 在香港70年代初 以李小龙为代表的早期功夫电影以硬为主流 圈圈倒肉真刀真枪 而程晓东却剑走偏锋 风格飘逸灵动 设计天马行空 将武打拍成舞蹈一样美 开创了武侠电影的新道路 作为导演 程晓东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电影界 多次问顶金项奖 代表作品生死绝妾女幽魂 笑江湖2东方不败 是诸多影迷难以忘怀的经典 作为动作设计指导 两次拿下金马奖 三次拿下金像奖 凭借独特风格 成为中国三大武术指导之一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奔跑的李宁将利于美完美融合展现给世界 不灭的火炬是程晓东作为动作指导不可磨灭的勋章 原著朱仙作为国内仙侠小说的重要里程碑 全篇气势辉弘壮阔波澜 被称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圣经 导演程晓东在采访中表示 朱仙给了他构建更加宏大的世界观的空间 这个挑战不仅让八年未出山的程晓东热血沸腾 还让网友们炸了锅 纷纷表示对程晓东指导的期待 他的东方不败 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风格大碍 不知道这次会有怎么样的惊喜 武侠教父终于要出山了 好奇程晓东会怎么驾驭仙侠题材 怎样呈现宏大瑰丽的奇幻世界 在打造这个东方仙侠世界的过程中 程晓东导演给予了他充分的敬畏和自由 为了有更贴合原著的场景 为了追求更加真实的场景效果 程晓东带着剧组踏遍雪山峡谷 其中一处取景地气温直比零下20度 程晓东导演和各位工作人员裹上最厚重的羽绒服 也无法完成抵御严寒 美貌都冻上了白霜 却依然坚持在工作第一线 程晓东对内容的精细打磨更是贯穿始终 单单一个零尊水淇淋的镜头 程晓东就带领着团队修改尝试了快一年才拍板决定 最终呈现出一针一换的视觉效果 肖战评价程晓东导演非常负责任很严格 而饰演陆雪奇的李沁泽评价 导演对无数的设计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饰演必要的孟美奇精湛的总结 他是一个快狠准的导演 同样演员们也非常感谢程晓东导演对自己演技的调教 这对他们的演员生涯将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电影即将与大家见面严谨的主创团队 独具匠心打造出的东方仙侠事件 是否是你心中百转千回的朱仙 那就中秋档影院见分晓啦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特御灾议 从这期节目的中 Entscheid